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甲城甲子丁 这个其实是网友在书上 他看了书以后 他把他拿出来提问 他说 为什么 这明明格局是这样 结果他透出一个丁火以后 他改变了一个整个格局 格局还会改变的 然后一个好的八字 却成了一个很差的 很差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点 就是他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地方 其实各位 我会跟各位讲 你看书在学八字 我会先跟各位讲 绝大多数的书都是在套命而已 为什么 为什么他是一个套命而已 因为很简单 我们在实际批命的时候 我们真正在实际批命的时候 我们不会批出像书中这样 他一辈子成就是什么 可是他在这边文章里面说 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是在什么 为什么他已经知道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了 表示他已经先认识了这一个人 你会看到书上会讲说 他活到几岁死亡 各位事实先把你摆在前面 他才来用八字给你解释这种情况 你认为这是他批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网络上不是有很多很多这一种 突然来一个什么名人死掉以后 每个人把他的八字拿出来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 你批这个要干嘛 我问各位 他只不过是为了要跟人家展示说 我的学术基础很厉害 所以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会死 问题你又不是事先批出来的 是人家死了才拿出来的 那就是套命 各位实际批命遇不到 为什么 人家都会问我明年会怎么样 我后年会怎么样 人家问的就这样子 所以不可能知道说 他最大的一生成就就是什么东西 他不可能的是 实际的批命就是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要清楚一点 各位要清楚一点 像你们在看书的时候 很容易往往会跟着书中的 他们所写的去走 然后就陷入了里面的一个 他们的陷阱里面 所以会搞的什么格局 怎么又突然走一个丁火 他就不好 基本上不用去 那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乱拜的 我先跟各位讲 这也是八字让人家很诟病的地方 他八字让人家很诟病的地方 每一本书里面写的都是 一等一的神人 可是实际上去批就完完全全 就没有这一回事 甚至有的时候是 完全相反的 怎么会这样 时常有的事 时常有的事 就是因为书上在跟你讲 我在讲故事 我在讲故事给你听 你还看不懂吗 我问你 你去批人家八字 你会跟人家讲说 你就只能够活到70岁 你可能会这样批吗 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骗人家生死 你敢把握说 人家最发达是在什么时候吗 你也不敢跟人家讲这种东西 为什么 都是未知数 所以像这一种书 我会跟你讲说 就丢了就算了 为什么 一辈子最高的成就在哪里 那表示你已经都知道他过去了 你才来批的嘛 不是吗 问题我们要批命都要知道 他明年该怎么做 后年是怎么样 各位这一些都没有像书上写的那么肯定 你也不可能这么肯定的批 因为未来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各位你要清楚 为什么在学八字的时候 会有这一种情况 在学八字的时候 会有这一种情况 你不要陷入了蹈果为因 你不要陷入了蹈果为因 这样子你批出来八字 真的会很可悲 为什么叫很可悲 批过去都超准 批未来真的一点参考性都没有 为什么批过去可以超准 很简单 同样的八字 你都可以随便深刻 那个看你自己心情的 有没有看到 今生水 今来生水 水来生木 他就跟你讲说 老师 可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 我的兄弟姐妹跟我很不好 这时候我再给你讲 你有没有看到土生经刻木 各位这个就是在帮他解释 可是实际上 这个是真的批出来的吗 这个叫做已经成的事实 我再解释给你听 但是什么叫批命 不知道的事 我们要事先批 这个才是重点 了不了解 去学着批人家未来一年 你不要去试着批人家未来十年 没有用 十年你也不知道到哪里了 对不对 所以你也找不到这一个人怎么做印证 一年一年批 印证最快 甚至每个月每个月批 那不是更快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这个才是重点 这一个才是重点 今天跟各位分享 学八字 实际去批人家未来 而不是在批过去已经成真的事实 因为那只是套命而已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永远再见 拜拜